清代乾隆坟彩百入尊 高四十四点六厘米 口径十六厘米 足径二十四点三厘米 气广口 原腹 圈足 颈尖布式对称双射耳 气身通景坟彩绘深山群路途 远处峭壁山崖险峻奇绝 近处瀑布飞溅 古松参天 傲然挺伐 蝉溪萦绕 平湖西岸 群路弃居 或奔跑 或嬉戏 或香薇 或觅食小气 悠然自得 画面一镜幽远 颇具轻旷情趣 外底青花书 大清乾隆年制 六字双行转书款 路头尊为乾隆时期的典型器 有青花 粉彩 仿乳 仿冠 仿歌又等品种 粉彩器多惠百入图 故称为百入尊 因路与路谐音 亦为官运亨通 又称百入尊 为清代皇室的陈设用词 百入图装饰在瓷器上 始于明万历时期 有五彩制品 清乾隆时期较为流行 除百入图外 尚有惠时之 获物时之路图 此尊端庄硕大 文是华丽繁路 笔会生动细腻 寓意吉祥 在乾隆粉彩器中堪称上品 清道光 光绪有仿 制作水平均逊于乾隆之器 光绪器造型捉笨 贵质粗帅 偷笔简易 画面呆质 熟款字体粗大且不规整 接下来 请欣赏这件 船式精品的细部特征 喜欢我的视频 请关注我并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及时欣赏到 我每天发布的精美古董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